你們有想過要做智慧家庭嗎? 給我報價是30萬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用一個最省錢的方式來做 所以呢 我把智慧家庭的報價30萬變成3萬塊 結果一更新怎麼樣? 我們家的燈打不開 我真的是整個崩潰 我是韓國的媳婦佳瑩 近幾年智慧家庭非常的流行 你們有想過要做智慧家庭嗎? 當時我們在裝修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做智慧家庭 所以就請了師傅來評估 結果他給我報價是30萬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用一個最省錢的方式來做 所以呢 我把智慧家庭的報價30萬變成3萬塊錢 那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第一個在建制初期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你們家是正式要進入裝修前傾 一定要跟水電師傅說 我要做智慧家庭 因為現在的智慧家庭的設備 基本上都要多拉一條零線 師傅說很像接地線的感覺 但基本上台灣人家在裝修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特別跟師傅說 是不會多留這一條線 那有這一條零線 你才有辦法去做這個智慧家庭的設備 那當然如果沒有也是有沒有的辦法 那另外你要先確認 你要使用的設備是哪些 發展的系統會是哪一家 我們家是使用小燕的這一套系統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小燕的系統 其實一開始是 我去我朋友家 他就是用我這套系統 然後我就想說 小燕這個東西要30萬 他是從中國來的嗎? 我就上淘寶找找看 結果還真的讓我找到了 自己就把它買回來 其實還有很多系統啦 這個是我當時覺得看起來最簡單 他只要裝了之後 用App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系統 那還有別的系統 其實我後續越玩越多 有混合進去 那我們家的智能家庭 我做了哪些呢? 首先就是電燈 電燈是可以透過Siri直接控制 再來的話我們家的窗簾也是智能的 一樣是用Siri來控制 我們還有設定一些 例如說什麼時間到了 他會自己打開 會自己關起來 簡單來說我們家都是跟燈具跟窗簾有關 但是有搭載一些感應器 例如說我們家的廁所 只要有人在 一進去他會自動開燈 然後有人在裡面他就不會洗燈 10秒之後都感應到沒有人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會自動幫我關燈 以及我們家還有一些家電啊 也全部都是搭配智能 在這建置的過程當中 就是只建置了電燈跟窗簾 可是我覺得 自己建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客廳的這一面窗簾 這應該是我整體在建置裡面最波折的一個部分 因為智能窗簾 是軌道要用他們家的 需要跟中國那邊做訂製 我非常蠢的就是我的Size訂錯了 他太長了 所以沒有辦法放進去 我就在台灣 請水電師傅幫我裁切 但是一裁切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裁切完之後 窗簾動不了 壞掉了 我就重訂一次 結果呢 運送過程發生了問題 例如說這是窗簾的軌道 然後他這邊就整個這樣凹下去 所以這時候我就覺得啊 心灰意人 我又要再買一次了 然後但幸好那個商家還不錯 這運送過程他們也有要負擔責任 所以等於是 他是免費換給我 送過來 終於終於好了 但又發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我們家是使用夢幻簾 他的簾只是可以這樣平的 然後這樣轉 但是呢 不知道是運送過程 出了問題 還是商家忘記把那個零件放進去 或者是師傅以為那個零件是不需要用的 沒有裝到 反正就是那個零件呢 憑空消失了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們家點的 鍵板比較不一樣 他走的是一個幣的系統 他不是走藍牙 也不是走Wi-Fi 可以把它想像成 他有一個他自己的主機 然後那個主機 會去就是傳送那些訊號 然後再去連接網路 但是呢 那個時候 小燕的APP 跳出了一個東西叫我更新 既然叫我更新 我就更新啊 結果一更新怎麼樣 我們家的燈打不開 我真的是整個崩潰 我想說幹怎麼辦 缺點就是這樣啊 就是 這是請他幫我裝的 所以他對於這個設備是不熟悉的 我也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 我覺得這就是自己 要裝 一定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雖然說過程如此的波折 我們現在也是順利住進來了 目前使用半年 也都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一定還是有他的優點缺點吧 我覺得優點是 自己建制的智能家庭 真的省很多錢 從30萬變成3萬 我覺得很值得 雖然這一過程有點辛苦 那另外的話就是智能家庭 他真的非常棒 我一早上起床 那他就會自動幫我開燈 自動幫我開窗 還會放一些音樂 可是缺點我覺得也是蠻多的 缺點並不是智能的缺點 是自己建制 這個缺點真的是蠻多 首先 維修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家的那個書房的窗簾 一直到現在 他是沒有辦法開合的 我已經換了兩次機器 還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無解了 我到現在真的就是 我放棄他了 所有東西 你壞掉你都要寄回去給他 那萬一今天是軌道壞掉 你要怎麼寄那個軌道給他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溝通成本真的蠻高的 在中國他們賣這些智能的產品 他們也是希望你跟他做 他們也是廠商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問他問題 他根本不想要理你 他就講的很簡單 然後你一直問他 你也問不出一個答案 你只能自己去摸索 另外台灣的師傅 也沒有辦法協助你做這件事情 水電師傅只協助幫你裝上去 可是裝上去有可能會裝錯 所以導致沒辦法使用 真的是你自己在裝的時候 一定要先想好 你是不是可以承擔風險 另外我覺得自己建制的 智能也有一個缺點 你們如果有對智能有興趣的話 會看到有些智能 是那種強調你的燈 可以隨著你的情境去做一些變化 例如說你現在是看電影 你要走的是一個 可能只開大概一半 不要是百分之百打開 可以一直開百分之五十 但是你如果你是自己建制的 就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家還是使用一般的燈具 他只有這個開關是智能 也就是說這個開關他去掌控開跟關 但他沒有辦法去控制這個燈 但是他是要開到百分之十 開到百分之二十的這個亮度 所以我們家如果真的是鬧鐘一響 他是那種很暴力的直接啪 打開燈窗簾直接打開 但我覺得值得啦 我只花三萬塊就完成這件事情 需要有耐心 這個耐心換來的是我省了27萬 你們覺得值得嗎 我自己是覺得蠻值得的